大家好我是Paul 周一到周五英文一起讀 我们现在先一起看这个影片 这个游戏 这游戏叫赛马娘 你看你看 这些女生排成一排 然后棒一声枪响 他们就开始赛跑了 这像不像赛马 很像吧 他们只是把马 变成了女人 这个游戏叫赛马娘 你在赛的就是女人 我第一次 看到这个游戏 我真的是下巴掉在地板上 怎么可以 怎么可以这样子 误化女性到这个地步 如果你不觉得这是误化女性 那我换一个比喻给你听 如果今天这个不是赛马比赛 如果这是赛狗呢 然后我们把这些狗变成了女人 你会不会觉得 有再更被冒犯一点点 就这样子在赛女人 那这些女人就你所培养出来的 你会用各种不同的方式 我也不知道要不要喂食东西 我搞不清楚 把她当马养 然后让她去参加这些比赛 然后你要你的目的 就让她赢这些比赛 然后什么什么的 然后你也可以在网路上跟人家比这样子 你把你养出来的马 也就是这些女人 让她去赛跑 然后试着来印 好 OK我们这影片看到这里 我没有要看这影片 我没有要讲的是英文 这游戏就叫做 Uma Musumi Musume Pretty Derby 你叫她Pretty Derby也可以 中文叫赛马娘 我们对于物化女性这个概念 等一下再来讲 我们先把英文讲完 或许我等一下再说一说我的看法 分享一下下 看你会不会觉得这是一种物化女性 所以接下来标题说 The Horse Girl Racing Gotcha Horse Girl 马女孩 女马 I don't know 她怎么翻译 那她是Racing Racing OK 这个Gacha也是对我来说 蛮新的概念 我找了一下 所以Gacha就是 我们讲的一种游戏的一种种类 So if you're talking about Gacha game It is a video game that implements the Gacha or toy vending machine mechanic 看到这里其实就很懂 这个解释 解释得非常到位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video game 那这游戏 它里面有了一个 什么样的机制 这机制就是那种扭蛋机的机制 所以toy vending machine 就是投币机 那里面有玩具 那你就知道那个就扭蛋 所以只要你讲Gacha game 就是这种 所以这游戏里面就是有扭蛋 就是要抽 那怎么抽 花钱抽 你要是没有课金的话 那可能每天可以抽个一次 抽个什么的 那要是课了金的话 可以连40抽 什么之类的 你大概懂意思 所以这是一个Gacha game 那它在台湾要发现了 事实上已经发现了 因为我已经看到 我这是一个 这个新认识的一个好朋友 他告诉我的 那结果 结果反正他就说 哦这个游戏现在超夯的 很多人玩 这完全是我的同温层外的东西 我必须说 所以我感谢这个朋友 跟我讲这个游戏 否则我根本不知道 有这么多人在玩这个 来我们往下看一下 这有什么英文可以学 第一句话就讲这么长 而这篇报道就是 就是在宣布要台湾发行 所以好像也只有台湾而已 所以或许我们应该觉得蛮爽的 就是除了在日本之外 它唯一一个世界上 有发行的地方 除了日本之外 就是台湾了 好OK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popular 而且等同 incredibly and equally strange 所以非常popular 而且也同样的 奇怪的这一个 Gacha Racing Sim Sim就是simulation 模拟游戏 所以他为什么写strange 就像我觉得一样 靠北 这个超级奇怪的 这真的是 如果今天你是像我一样 这个人生活的比较左派一点的话 你看到这个游戏 你大概翻桌 哇这什么东西 怎么可以这样 我再强调 这个就是百分之百的物化女性 所以或许我可以先偷讲掉一个字 就是objectify 就是我在标题里面的 object这个字是物体 所以把它变动词就是objectify 所以这个游戏就是在把女性给物化了 这样子 好来我们先 刚刚这句再把它看完 那Derby这个就赛跑了 赛马了 不是赛跑 来 赛东西了 简单的说 好所以他们宣布了 一个release outside of its currently exclusive Japan region 所以出了什么 就是在这个独家战友的 这个日本区 就outside它 这样子 对不起翻得很烂 所以outside of its currently exclusive Japan region exclusive就是独家的 OK 所以这个字也要来看一下 这个字虽然说并不是困难 可是我们还是看一下 include这个字要包括 所以exclude就是把它排外 那新闻报道的时候 我们也会说 oh this is exclusive news 就是独家新闻 因为除了我们之外 别人都没有 所以排外排他的独家的 翻译下是一样的概念 所以它目前exclusive的 Japan region 所以这是台湾 It's known pretty much globally for being one of the top of the line Gacha mainstays 好 所以这个游戏 全球都已经知道 所以It's pretty well known globally for being one of the top of the line Gacha mainstay 所以它就是一个 纽带游戏中的一个佼佼者 这个top of the line 就是我们讲说 就是很高端的 很厉害的top of the line 所以像一个产品 可能有ABCD 各种不同的手机好了 所以是aligned of products 那中间最好的一支是哪一支 所以叫top of the line 那我们讲最好还有另外 大概两个常看到的 一个叫top notch 一个叫做high end 那你们说top end 对不起没有 有没有high notch 对不起没有 固定的片语 top notch high end 好OK 所以这个是一个 很high end的一个 top of the line的一个 这个Gacha的mainstay mainstay我记得没记错 就是一个船的那个尾杆 那总之就是主要的尾杆 所以也就是说 他说很强就是了 然后又看到until 常常看到until 都得提醒一下下 but up until now only Japanese audiences have known its charm 所以一直都只有日本人 才能知道他的魅力 那是until now 所以表示 现在不是只有日本人了 所以我们讲过until的概念 就是这件事情 持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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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til这个时间点 就翻转过来 所以前面说的这边这句就是 只有日本人知道他的魅力 up until now 直到现在 所以现在 还有只有日本人知道吗 不是 台湾人也知道了 所以until now 可以 没有问题 那 而魅力这件事情 的确是一个 正好可以就是很 可以拿来形容这个 奇怪游戏的一个 不错的词 所以这里说 and charm is certainly a word for the premise of this oddity premise就是它的一个 像我们讲 逻辑概念 premise就是它一个 前提的概念 premise premise也可以翻译成 就是一个 我差点把它跟 perimeter这个字搞混 不是premise premise就是一个范围 好 所以这个游戏的一个 它能够包含的一个 游戏概念 那个还可以这样的讲 so it is so charm这个字 see is based around the idea of legendary racehorses being reincarnated as pop icons or idols in a parallel universe 所以这句话 不错 我们来看一下 那不错的部分是 而且这边有一个文法上 我觉得一定要说的 所以你看 这个游戏 is based around the idea of这个 什么叫based around 这其实是一个 很多文法家 或者就是 英文比较传统一点的人 他会觉得 based around是用错了 因为 对他们来说 只有based on 所以 那他的动词用法是 x basis y on z 我们这个来 很快造个句子好了 我是个 我是个科学家 我要写一篇论文 我的论文的基础 我的论文的基础 就是我的 多年研究的实验 所以我要写一篇论文 这个论文就建立在 多年研究的 这个数据的基础上 所以我就可以写 the scientist 这个科学家 the scientist bases his 就essay好了 没关系 OK 所以我的论文 on years of research 这样可以看到 所以科学家 把他的论文 based在多年的研究上面 所以based on 就是这样子用 so the scientist bases his essay on years of research 那我相信 你所习惯的based on 不是这样子写的 因为你 你可能老师教你 背的是 be based on be based on 对不对 所以这个based on 前面可能来个be动词 为什么 其实也就是把这个句子 写成被动的而压 所以我这篇论文 就是立基于 多年的研究结果 所以the essay 就好了 scientist 不要了 主持不要了 写成被动 所以受词变主持 the essay is based on years of research 就要搞定了 OK 所以 比based on用法 其实我希望同学 你的理解是主动的用法先 然后再把它变被动的 也就变成大家习惯的用法 所以我对英文的看待是这样子的 那有没有based around 有的人就会觉得没有 可是我是不是第一次看到 不是 会不会再过几年 这个用法就非常的广泛了 甚至还有像center on 这个片也是一样 就以什么为中心 所以我把什么什么东西聚焦在什么之上 so I center something on something else 那是on吗 固定是on 可是我们看过center around 有 那会不会变成popular usage 有可能 现在我还是觉得有点怪 但是我真的是 我必须跟你说 我已经看到这两个 已经很多很多次了 这点会不会因此过了几年修改 很难说真的 好 我们要回来这里 我们不要在这个卡这么久 所以这个游戏 is based on the idea or based around the idea of what 所以我的这个朋友也有告诉我 他就说 这事实上是很多的传奇的名码 那这些码就把它 他们就把这些名码变成是 把它创造成了 就女生的这些流行的 这些偶像角色 所以这些女生 她的名字 事实上是真的 日本的这些传奇的马皮 这样子 没有比较好 还是非常的误化他们 所以这里说 legendary racehorses been reincarnated 所以reincarnation就是 有时候我们把它翻译成投胎 你知道吗 所以像那个 达赖喇嘛 已经第几代的转世 所以转世投胎用的是 就是这个字 reincarnation 所以变成了pop icon idols 那在一个什么 在一个平行宇宙中 所以是平行宇宙 不是马 变成了女孩 所以parallel universe 平行宇宙 应该是没问题的 ok 好 然后呢 你的角色就是 你要照顾他们 然后 我读给你听 so you would then take on the role of being their caretaker 所以take on the role 就是扮起这个角色 of being their caretaker 当他们的照顾者 and choose a primary idol horse girl to raise for you 所以选一个 你主要的一个 这个偶像啦 还是马啦 还是女孩啦 他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所以写这个人的东西 这个人 写出了这个人 跟我事实上是一样 都不知道该怎么去调整 你的用词 你知道吗 so you choose a primary idol horse girl 来替你跑 替你赛嘛 to raise for you while you develop develop others as her support and take on increasingly competitive races 而你就把其他的支 你看我竟然都讲支 这个支出来了 其他为女孩 you develop others 当成她的资源 然后你就跑越来越竞争的 这些比赛 所以yes so yes you are raising horse girls 你的确是在用 马的女孩 马的女孩听起来像在骂人一样 you are raising horse girls 好OK 所以你看他接下来也说了 almost certainly 几乎一定是肯定的就是 你们现在就读者们 a ton of you are scratching your heads at this idea 你们大概都在 what the fuck 在抓头有没有 这就是scratch your heads的一个 英文的expression 就是你搞不懂在干什么 然后你在 什么东西啊这样 OK so他这里说 almost certainly a ton of you are scratching your heads at this idea 所以scratch your head 你可以讲scratch my head 这样子 OK 所以you are mine 或之类的 好 所以但是这个游戏 却已经是一个 巨人游戏了 什么叫巨人游戏 难道女还是巨人 不是 他已经是业界中的一个巨人了 所以 真的 我无知 所以 你要是刚知道的话 你也无知 像我一样 这个游戏已经是超屌了 大家已经都非常接受这个概念了 所以这里说了 Uma Musume has already established itself as one of the giants 所以他已经是一个游戏界的大佬 even going toe to toe with the likes of PUBG and Genshin Impact 后面这个名字 我不知道怎么念 但这边讲一个toe to toe 也就是他可以跟人家 就是我跟你拼了这样子 going toe to toe 所以两个 比如说这个拳击手 going toe to toe 所以就是两个人对决的概念 这样going toe to toe 你想象一下 我跟你要打拳击 我的脚趾头 是不是就对着你的脚趾头 我是这样记这个片语的 所以 you go toe to toe with somebody 所以这里有写出来 go toe to toe with谁 这样子 所以他可以跟谁 这个平起平坐 跟谁可以拼搏一番 with the likes of PUBG PUBG就是我们讲吃鸡 那个游戏 所以 player unknown battleground 我如果没记错它的名字展开是这样 我们一般把它念成PUBG 另外一个就是原神这个游戏 很多年轻点的同学 我相信你知道 OK 原神 据说是你的手机要非常强大 才跑得动的一个游戏 所以他可以跟这个游戏比拼 超屌的 所以在2021年的时候 他出来 他在登上了一个 头50名的一个排行榜的样子 so in fact it was set amongst the top 50 list on tap tap 这大概是一个排行榜 或什么之类的 back when it was released in 2021 so this one is nothing to scoff at 所以这游戏不是一个 你可以对他亲密的笑一声的游戏 scoff这个词就是 什么东西 这样子 这个就是scoff 这样子 OK 这不是一个你可以 的游戏 OK 有点尊重 alright 来我们再多看一个片语就好了 我觉得 这个片语我觉得 或许你可以把它看成一个特殊的剧型 这个剧型我觉得超棒的 所以这就表示着 你看如果说他把这个游戏 讲成这么厉害的话 那就表示 要是有一个人觉得 这游戏很奇怪 那比例上来说 大概就有一百个觉得 这个游戏超棒的 我等很久 因为他听过 而你没听过 所以你看这个英文剧型 真的很有趣 所以没有一个觉得这样子的人 就会有另外一百个觉得那样子的人 所以我把这读给你听 so of course this means that for everyone who perhaps hasn't heard of this op of a gacha game there are about a hundred more who are eagerly awaiting its localization for anywhere outside of japan 好 这个句子 解释一下一下 所以对于每个人来说 对于每一个这样子感觉的人来说 就会有另外一百个人觉得 我刚刚说的 他们会觉得另外那样子 所以这个句子就是 for anyone who 然后把这个信用词词去塞进去 对于每一个这样这样觉得的人 就有一百个人 更多的人 who觉得怎样 好我们把这个句子再读一次 for anyone 每一个人怎样的 who perhaps hasn't heard of this oddball of a gacha game 所以对于每一个你或许 perhaps 大概没有听闻过 这个奇怪的这个纽带游戏的人 hasn't heard of this heard of就是hear of 就听闻过 have you heard of什么什么 你是不是听闻过什么东西 so if you haven't heard of this oddball 这 oddball就奇怪的东西 这个字不纠结 所以每一个觉得这个游戏奇怪的人 大概就有另外一百个 一百个更多的人 他们积极着 迫切者等待的这一个游戏 来在地化 你知道一个游戏在地化 像例如说到台湾就变汉化 繁体中文化 到中国大陆可能就简体中文化 我们就这个 我们称这个东西叫做localization 就把它给在地化这样子 so there are about a hundred more people who are eagerly awaiting its localization 所以他们迫切的等待着 这一个他的在地化 for什么呢 任何日本以外的地方 因为我们刚刚说 目前只有日本以及现在的台湾 so for anywhere outside of japan 好这句话真的很屌 写得很棒 我们再读一次好了 so of course this means that for everyone who perhaps hasn't heard excuse me hasn't heard of this oddball of a gacha game there are about a hundred more people who are eagerly awaiting its localization for anywhere outside of japan 好听懂了 而最后 在6月27号 终于在台湾要上市了 so and at long last 所以这个at last就是终于 那加一个long也没问题 终于 这个终于 还真是有够长的终于 加一个long在里面 所以终于 在台湾 it will officially launch for Taiwanese audiences courtesy of 另外一个公司的名称 这样子 好 讲到这里大概差不多了 我看 最后一个片语 本来想讲一下stay tune 所以要是你想要 知道这个游戏的更多细节的话 you can stay tuned to the game's official website 你可以去他游戏的官方网站 那什么叫stay tune stay tune这个词 一般来说是 我们习惯性就认为 它是一个 以前电视 或者是广播电台的一个动词片语 tune这个字就是调 调到一个 调到一个频道的概念 tune tune tune也有歌曲的意思 所以一种 像我们在调吉他 调音 也叫做tune 所以你tune your instrument before you play it tune 所以你在 像你听车上的广播电台好了 他可能有调频 88.9 103.2之类的 所以你在tune它 那你调到一个台 你就不要动 stay tuned to the station 所以他的意思 他这个片语的意思就是 你转到了一个什么东西 然后你就别转开了 所以以前的电视广告 前 就那个节目会跟你说 hey guys 我们现在要进个广告 but stay tuned we'll be right back 所以stay tuned这个词是 我这个年代非常熟悉的一个动词片语就是了 好这样讲大家你听懂了 所以讲完了 那我们现在要不要讲一下 objectification的部分呢 我跟这个朋友继续聊了一下 他这个经营的很不错的一个网路人物 这样说好了 那拥有大量粉丝 那他有点不同意这个游戏物化女性的部分 他认为物化女性不是太大的问题 那我听了当然觉得 你这样讲 你自己本身是女生 然后你觉得物化女性不是问题 我那时候心里就有一个感觉就是 我他妈的我要教育你 但我又不想让他觉得 我好像一副想教育他 因为这也已经非常政治不正确 所以我会变成我在对他mansplain 你知道吗 那你应该知道这个字 就男生用高高在上的态度 解释一些观念给女生听 但我就听他的解释 那我听完他的说法之后 我觉得他也很有道理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觉得他可以反过来玩这个游戏 他不觉得物化女性一定是女生倒霉 那又是一个女生 程度上愿意接受男生去意淫他们 那接受你的物化 他还可以在中间 反而是得到非常非常多利益跟好处 你想想看好了 在那个维多利亚的那个内衣走秀上 每一个女生基本上都是被男生意淫着 那是不是也是物化女性的一部分 程度上也是 所以是不是问为什么 这样子 所以导致于维多利亚那个Victoria's Secret 这个内衣走秀 是不是好像就没办 是不是因为COVID 还是因为物化女性的关系 我也搞不清楚 但总之这些女生会不会因为登上那个伸展台 而非常的高兴 然后 然后也觉得是自己是有资格能登上去 是跟很多女生不同的 那他们是不是在reinforce物化女性的部分 但无论如何 他们还是得到了很多的好处 他成为了一个超级名模 然后受大家的爱戴 然后可能代言或者是赚钱的部分 后来的接续就来 so there are a lot to be gained if you can accept somewhat somewhat 就程度上 不是somehow somewhat the idea of being objectified as a woman 那所以如果你能够承认上 记录这个东西的话 there are many things you can gain ok you can gain a lot from this idea and and in a materialistic world that may not necessarily be a bad thing 在一个物质世界里 这或许不是一个多糟糕的事情 好 要是你听到这里 你觉得说 No Paul You're so wrong 那我换一个角度给你去思考一下 好了 换一个角度给你思考一下 我们如果说 把这个女生当成赛马 在里面弄成这样子 是在物化女性的话 物化女性的话 那 而且我刚刚除了讲赛马之外 我把它换成赛狗 你是不是越觉得火上来 你把女生比喻成赛狗 狗是吧 那我们再换一个 你看过一个 你看过一个赌博的东西 叫斗鸡吧 把两只熊鸡 培养得好好的 放在笼子里面 让他们打 打胜负 然后你去赌 那 拳击赛不也是这样吗 那我们就没有觉得 这在物化男性 UFC 你知道 把他放在八角铁笼里面 哇 打得乱七八糟的 然后大家觉得这样 很man 很了不起 这跟斗鸡有什么不一样 没有 大家也是在赌那玩意儿啊 所以我们同一时间 说我们在物化女性 我们在说物化女性的同时 so while we're accusing the idea of objectifying objectifying women in industries like fashion or even in game industry like this one aren't we doing the same to men 我们难道不是也对男人 做一样的事情吗 are we not also objectifying men by having them fight like cocks in a cock fight I don't know 我大概没有答案 只是我就想到 可以有这样的一个 放在一起做的比 就是这是一个不错的analogy 或许吧 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反思一下 我们其实也一直在物化男性 可是可能我们就会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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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打架不一样 那个格斗不同 我们是在 glorify fighters glorify 我们是在 把他荣耀化 那你为什么不能同样的角度 去认为说 能走维多利亚 Victoria Secret的那个 年度大秀 内衣秀的女生 也是在 glorify他们呢 好了我大概讲到这里了 我其实并不是想提供一个答案 I'm only trying to raise an issue and maybe we talk about it a little bit and I don't have an answer for that I'm hoping we can I can you know get more people to I don't know to show up on my channel and we can talk about this at length but not right now OK我目前 每个礼拜生影片 还是真的已经占据了 非常多的时间 好了我讲到这里这个可以了 我觉得这一集讲好长哦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啦 那我是Paul 要不要玩一下赛马娘 我不知道我还没有下载这个游戏 Anyway 我们明天见